昨天收市后公布了 简单说说几个大数 上半年纯利,按年升4.6元 如果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话 纯利升1.7元 单计第二季,经调整纯利是340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3元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收入增长2成,去到1382亿 符合预期 其中,游戏收入增长1.2元,去到430亿 腾讯说,一直打造健康的游戏环境 并且在8月,加强了内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如果只是说一份业绩 你会怎样看? 本身市场预期不太大 出来的数据比大家预测好 这份业绩,你认为是否收货? 其实,我认为是收货的 因为市场预期了,数据应该出现放慢 你看到它按贵 其实你看到,都是放慢了的情况出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这份业绩没有惊吓给到大家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惊吓的话 大家就收货了 因为市场预期了这么多 但是,当然这份业绩里面 有几个位置都是要看的 游戏方面,我们看到已经放慢了 现在真的要看,未来方面 他说有些新游戏推出 究竟新游戏推出可以带来的收益有多少 而且,他已经做了一些东西 监管方面来说 例如12岁以下的那些 不准消费,不准货金买东西 我想他做了相关的 而且,对于16岁以下的那些 都限了时数去打机 所以来说,监管机构方面 是否收货 但是,其实在业绩有一个亮点 就是金融科技那部分 因为你看到,那个增长仍然是快的 所以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平平稳稳的业绩 但是,问题也是回到我刚才说的 就要看监管 究竟对他未来长远的影响是怎样 这里仍然有一个不明朗的地方 但怎样都好 短期一些,那份业绩 既然是交到功课 符合到大家预期没有惊吓的话 这个股价是应该有条件做一个反弹 但是,你就不要期望弹很高 我想,会有一个反弹 我想,如果你说 要面对现在这些不明朗的环境 一定是要看时间的 要靠时间一路过去 那些东西慢慢明朗化 才知道情况是如何 所以暂时你可以预期 可能还会一段时间 股价走势不是太明朗 但反过来说 是否代表股价再会跌很多 这个又未必一定 因为始终它由高位真的回吐了很多 而且来说 它毕竟仍然是一间赚钱的公司 你不可以当它没有赚钱 所以它总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我自己会看 短期一些 你预计可能420那些位 会先守住 上面来说 暂时初步第一个位 比较大阻力 你预计的大约是460左右 突破到的 再看大约是500元那些位 但如果你说以中长线去看 我觉得这些位去买 其实风险也未必很高 我的中长线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年以上去看 这些位买就未必太大风险 原因是什么呢 始终你看看 这些行业 都是内地重点 长远的发展行业 所以现在短期 你受监管因素影响 可能业绩方面 将来会放慢 但你始终是一些 国家发展行业 其实就应该不是太担心 所以如果你说 以一年时间去看 我相信股价 上去550 甚至600 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中长线那些 其实就不是太担心 短期的波幅 就真的可能是 要留意多些 短期看一样东西 看北水 北水回来那段 是真的可以的 之前有几天 那些钱回回 所以我想 如果短期短炒投资者 留意一下北水的动向 如果持续有流入的话 可以跟一转 请不吝点赞 再度订阅 深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